因疫情而顺延一年的热税香丰收季 还有传统竞技比赛 8后上午在热税国小操场热烈展开了 艳阳天下各个部落族人士轮番展演 传承发扬自己部落独有的歌舞文化 阿美族部落传统歌谣文化百花齐饭 而现场徐征问也特别到场致意 热税香两年一度的嘎嘟发海丰收季 去年因疫情顺延至今天 全乡17个部落热情参与 也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部落的文化 还有歌谣能够传承下去 让未来我们的子子孙孙 都能够有一个资料的一个巡礼跟查询 让他们可以永远的传承下去 不仅公部门 部落族人也乐于展现 自己部落特有的歌舞文化 从知名的乌捞部落伐木 加拿那部落的立柱仪式 从中展现了部落族人 早期分工合作互助的精神 也让生活文化歌谣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此外 基路战部落已早年伐木产业兴盛 部落族人也因此演绎木马舞 呈现当时的生活歌谣文化 而今年首度登台亮相也成为了瞩目焦点 传统竞技赛分为撒网 倒米 巨木 以及富重接力等四项 而每一个竞赛项目都和原住民 传统的生活及文化息息相关 来自各部落近千名的原住民运动好手同台竞技 现场起分热烈 因新冠肺炎疫情关系 原定去年登场的风收季顺延到今年来举办 各部落轮番展演各自独特的部落歌谣文化特色 无论是舞蹈还是歌谣百花齐放 也传承了阿美族丰富的歌舞语言文化 令与会的长官贵宾高度肯定 因为所有的荣誉都是我们大家努力 攜手来共同达成的 所以在这里真为 要谢谢大家 我们都不会忘记 我们的歌 我们的舞 但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语言 所以我们的语言一定要传承下去 阿美族传统歌谣舞蹈就是跟祖林沟通的桥梁 如是将公所办理推广的嘎杜伐海丰收季在温馨五月登场 该念祖先庇佑风调雨顺 五股丰收 滋养夫落也投庆母亲节 记者石玉兰 瑞瑟采访报道